师傅 师傅 就是他 就是这个畜生 怎么了 怎么了 慢慢说 慢慢说 师傅 你要替我做主 大师兄 他偷着我洗澡 师傅 我 我是被冤枉的 我没看师妹洗澡 你 你还说你被冤枉的 我看那身影 那就是你 就是你都给我洗澡 那不是我 小师妹 你听我说 我当着所有师兄弟的面 我可以发誓 谁看你洗澡 谁就不得好死 天打五雷虹 师傅 嗨 嗨 嗨 所以 你在哪里 德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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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什么 来两瓶德国纯净口啤酒 好的 我请这德国我们俩 喝一个 这是您要的黑皮 谢谢 哎呀 哎呀 哎 那老外哥们 咱们泡妞儿的有个先来后到 我这都倒上酒了 马上要咔咔喝了你 你是不是听不懂中国话 动度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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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这样 对 对 我很好 我很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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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开 有本事冲我来 我就说你冲我来嘛 是不是 那被动得多没劲 你像我 我 我主动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都 Such a bitch 这次呢我们的客户是 零氏男氏沐浴露 对方要求呢 我们的文案重点 要体现在这款产品 能够激发灵感 增添男人魅力这个功能 啊 大宝啊 啊 说说你的idea 我的想法呢 暂时还没有 因为我说 没这么灵感呢老板 你啥时候有灵感过去啊 你玩儿可有灵感 你都认你事你就没有灵感 你 你跟谁俩呢你乐什么玩儿呢 你们真没用啊一个个儿呀 啊 我花这么多钱养你们干什么玩儿啊 我告诉你今天这文案写不出来 谁比我回家 听没听到 其实我不应该这样 但是我今天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我觉得我们这个会开的太成功了 这是灵感爆棚啊 我觉得这才是有前途的员工 我都想跟你们在一起了 老板我现在灵感特别多啊 我跟你讲啊 你刚才说一个了 听我的老板 我有个障碍 你必须变八百 我跟你说 老板我先想到你了 我先想到你了